主要今天我们是来介绍我们航运业 那航运业其实主要除了暗情的工作之外 还有个海情的工作 这个是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海情工作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借由这次真才机会 介绍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成为海情 那海情的福利跟优势是什么 你今天是大学毕业 你只要对从事海情这个服务有兴趣的学生 或者是有意愿要转职的社会人士 我们就可以来报考 那我们基本上有几个管道 就是第一个就是学士后专班的管道 那这个学士后专班我们有跟海大跟高科大 这边还有台北海洋科技大学 有做一个合作开班的部分 那这样的一个学程大概是1.5年 念完这个1.5年的学程 你就可以按照就是只要去通过 所谓国家的河海特考 那我们就可以成为船员 那我们公司基本上来讲每个历程 从实习的阶段到三副三管到二副二管 都会帮你们做一些所谓的职业生涯规划 跟所谓的training的过程 所以基本上大家不用担心说 我会不会对这个行业非常陌生 我对这个科系 我不是念相关科系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基本上来讲在学校会教你 在公司万航域也会来教你 辅导你成为一个优秀的船员 那我觉得船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在于说 他在船上工作可能六个月 但是在安休息二到四个月 那这二到四个月其实他是非常自由的 你甚至在船上工作的时候 这个六个月当中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专业的知识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大优因就在于他的薪水 光是实习生这个阶段 我们从已经来实习生 起薪就是五万块 那三个月后当你成为资深实习生 你就变成期望了 所以这个薪资待遇是非常高的 当你正式成为船员的时候 正式职集的时候 你就是十八万的起薪起跳 那甚至做到了所谓的管理值之后 你就是每个月的月薪是二十七万起跳 所以基本上还不含船上奖金 那我觉得这个薪资的待遇是非常诱人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于说 可能大家对于说船员是非常陌生的 但实际上现在的商船是非常的安全 跟还有一个部分先进 另外我们船上也有网路也有卫星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可能就是可以突破大家可能过往对于船员的这些狭隘的想法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主要来侦才的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介绍船员这个工作职业这样子 看完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